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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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搞得他有了复旧感 才对我这么客气的 这风潇潇的心里呢 还在胡思乱想 旁边又坐起了一个人 这人坐起之后 就大叫着要了一碗酱菜 风潇潇望着他的衣角 突然乐了 对对方说道 哎呀 我认得你 对方听到风潇潇的话 转过头来 打量了一下风潇潇的 你是 风潇潇笑着说道 你不认得我 但是我认得你 因为你这衣服 我这衣服怎么了 对方是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风潇潇解释道 你这一脚写的一箭冲签四个字 我可是知道是怎么来的 这是一箭冲签和神秘的轻衣人比武的时候 一个一箭冲签的粉丝 鼓起勇气 去找一箭冲签签的名 我想你大概就是那个粉丝吧 当时我也在场 而且一直在你身边 对方呕了一声 面上露出一丝得意之色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叫独行侠 你叫什么呀 我叫风潇潇 我怎么看你也有点面熟啊 独行侠拍着脑袋 做痛苦记忆状 风潇潇笑道 好 大概呀 是我长得太大众化吧 独行侠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风潇潇则陷入了回忆状 哎呀 那一天的情景啊 真是让人一生难忘了 那个神秘轻衣人的样子 我一直都还记得 独行侠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接着凑脑袋过来 低声地说道 哎 你知道吗 最近有传言说 那个轻衣人实际上就是飞云山庄的庄主 飞云 风潇潇的浑身一震 疑惑地向独行侠的脸上看去 独行侠又严肃地点了点头 风潇潇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独行侠神秘地说道 我就是飞云山庄的人 最近我们帮里的人都这么说 风潇潇不解地说道 你们帮主是参加过比武大会的呀 怎么没人看出来 独行侠更加神秘地说道 那估计啊 是肯定隐藏的了 不然最后怎么会输给施手洗呢 风潇潇又问 那又有什么证据说他是轻衣人呢 独行侠怂了怂肩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帮里的人啊 都在悄悄地议论这件事 风潇潇没有再说话 在一旁扮起了沉思者 独行侠见风潇潇不吱声了 也坐在一旁不说话 闷闷地等着他的酱菜 酱菜还没有来 却又有一帮人上到二楼来 领头一人 环顾四周一圈 看到风潇潇后 直接向着这边走来 风潇潇也注意到了这帮人 一伙人走到风潇潇的面前 领头一人略移抱拳道 这位朋友 我们是飞云山庄的 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吧 风潇潇纳闷地问道 干什么呀 去哪儿 领头的人说道 上次你拒绝加入我们飞云山庄 我们帮主对你其实更有兴趣了 一心想见见你 已经找了你好几天了 我刚收到人报告说 你在这里 这不 就派我们来请你了 收到报告 风潇潇向独行侠望了一眼 这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 独行侠连忙解释 不是我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 没人搭理他 对面领头的人接着说道 兄弟 请吧 如果这是在几分钟之前 有人叫风潇潇跟他们走一趟 风潇潇一定不会愿意 但是刚才听了独行侠所说的 飞云就是轻衣人的猜测 倒是真想去见一见飞云了 当下起身 就准备跟着对方前去 对方显然也没想到 风潇潇居然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当场一愣 领头的先回过神来说道 兄弟真是爽快人 但说实话 帮主一直这么看得及你 我们兄弟们都很是不服 听说你的武功 很是有两下子 不如露两手给大家看看 好让众兄弟 心甘情愿地为你引路 愚人跟着启哄叫道 好啊 露两手 风潇潇一愣 没想到对方会搞这么一出戏来 当下愁愁起来 不知道如何是好 领头那人见风潇潇没了反应 倒是正合了自己的心意 朗声地笑道 哈哈哈哈 再下不谈 就来陪兄弟你玩两手吧 风潇潇又是一愣 看看周围的人 都是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再看看独行侠 一副如痴如醉的模样 又完全地沉浸在了 这真实的武侠氛围中 对方没有理会 风潇潇的左过右盼 手执刀翘 平举胸前 说道 众兄弟都知道我这刀的 刀是自己打的 虽然不是特别的有名 但也算是个名牌 今天呢 我就用这刀 领教一下朋友你的高招吧 风潇潇看到 对方的刀柄一侧上 交有一道弧形的图案 像是一个钩子 但勉强说起来 也可以说像是一轮弯跃 风潇潇的心头一震 脱口道 圆月弯刀 对方一愣道 朋友居然知道圆月弯刀 风潇潇回道 不错 今天刚听人说起 你这把就是圆月弯刀 对方摇摇头道 不是 风潇潇疑惑地说道 那你这刀柄上的图案是 对方面露惊讶之色 失声道 这你都不认得吗 风潇潇茫然地摇了头 对方一副要晕倒的样子 把刀转了转 将刀柄的另一侧 拿到风潇潇的面前给他看 风潇潇顺着他的指示望了过去 只见刀柄的另一侧 雕刻着不同的图案 风潇潇定睛一看 呕出了一口谦虚 刀柄的另一侧上刻着 耐刻 镇静下来 风潇潇一束大拇指道 果然是名牌 有创意 佩服 对方得意地说道 一般了 那就挺赐教了 说着抽刀带手 兜头就砍 这家饭馆的空间运用甚是充分 桌仪摆放的几乎是密不透风 两人相聚又比较近 所以想躲过这一刀 甚是不变 但其实更主要的原因还是 风潇潇不想躲 因为他想试试 自己刚刚习得的 风行天下第四试 此时的情形 哪里还容得多想 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风潇潇运起捕风桌影 伸出两指 模仿电影里的镜头 像劈头而来的刀夹去 以下的情形 当然不会出乎读者的预料 风潇潇是理所当然的 夹住了对方的耐克刀 举坐接惊 如果风潇潇能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 抽出背上的剑 挡住对方的刀 也不会令人这么的吃惊 用手夹住对方全力砍下的刀 这是在武侠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场面 因为这能充分的表明两人的武功差距 风潇潇现在 无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而在小说当中 能做到这一点的 也肯定是个高手中的高手 风潇潇做到这一点了吗 他做到了 所以大家都认定 他是一个高手中的高手 大家对高手的联想 总是无穷大的 在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这把刀已经被风潇潇夹死了 已经不可能再被抽出来了 包括刀的主人在内 遗憾的是 风潇潇没有这种打算 于是很可惜 刀的主人在使出吃奶的劲 向后抽刀的时候 就自己飞了出去 更可惜的是 观众继续发挥 自己无穷的想象力 认为是风潇潇用内功 把对方弹出去的 这当然更让大家震惊 鸦雀无声 只有独行侠一个人 在那傻愣愣的嘟呢 真他妈的刺激啊 一般来说 风潇潇是不会放过 这种玩酷的时候 他缓缓站起身来 甩了甩夹刀的右手 笑着问道 我们回走了吗 对面的树人是面面相觑 不由自主的 给风潇潇让开了一条道 你们得要给我带路啊 给我让路干什么 树人争先恐后的点着头 做了个请的手势 咚咚咚的冲下楼去 风潇潇在众人的注视中 跟了下去 奈克刀的主人 还像个沙皮狗一样摊在一边 独行侠这个时候 才从沉浸中清醒过来 高声的叫着 等等我呀 连滚带爬的跟了下去 风潇潇在众人的簇拥中 出了扬州城门 沿路走没多远 就看到一片气势逼人的建筑 和自己之前待过的铁齐盟 大不相同 这是自然的 铁齐盟当时才是刚成立 设备还不是很完善 现在距离当时呢 虽然也只有几天 但就时这短短的数日 各邦派都是大搞建设 如果现在风潇潇回去铁齐盟 那也是今非昔比 飞云山庄是邦如其名 是一个很大的庄子 里面多是各类的建筑构成 各个建筑上都挂有牌子 标明自己的用途 但名字都比较单调 如那边那个亭子 就叫飞云亭 连接亭子的一条长廊 就叫飞云长廊 以此类推 飞云山庄邦如其名 是一个很大的庄子 里面多是各类建筑构成 各建筑上都挂有牌子 标明自己的用途 但名字都比较单调 如那边那个亭子 就叫飞云亭 连接亭子的一条长廊 就叫飞云长廊 以此类推 众人领着风潇潇 绕到了飞云厅 如果是现代的话 估计不是飞云接待式 就是飞云会议式了 风潇潇琢磨着 进入飞云厅里 里面甚是宽敞 中央铺有长地毯 两边各摆了一排椅子 地毯中点有几层台阶 台阶上一个更宽大些的椅子 上面更是坐着一个人 估计就是飞云山庄的帮主飞云的 风潇潇暗自猜想 你肯定不会整天坐在这儿 估计也是刚收到帮众的消息 这才跑回来坐上去 装模作样的 这种摆谱的行为 已经让风潇潇对飞云 产生了不佳的印象 其实从几个人找上风潇潇 让他跟他们走一趟开始 风潇潇就已经对飞云的印象 不太好了 现在嘛 只是加深了一下厌恶感 不过说句公道话 飞云摆谱的也算适中了 如果再在门口 安插两个人手 等风潇潇过来的时候说 等一等 我们去通报一下 那样可真是一笑大风了 众人猝硬着风潇潇进去之后 其中一个加快脚步 上前对着飞云耳语 估计是把刚才的事情 又详细地给飞云说了一下 飞云不动声色地听着 突然面露惊异之色 大概是听到了 风潇潇空手夹刀的地方 飞云听完报告 这才向风潇潇示意 请他坐下 风潇潇是老大不情愿地 坐在了一边 飞云本来是想知道 风潇潇是用什么武功 打败龙岩的 虽然网站上有帖子详细说明 但其中明显有夸张的成分 但是现在 已经对那个没什么兴趣了 毕竟用手夹刀 这才是游戏里 前所未见的招式 飞云略微咳嗽了一下 风潇潇就知道 他这是要说话了 游戏里好多人要说话前 都会略微地咳一下 坐开场白 弄得自己现在 也有这毛病了 飞云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刚才夹刀的 那是什么武功 风潇潇对飞云这种 居高临下的口气 甚是不满 最奇的厌恶 更深了一层 嘿 你以为我怕你啊 风潇潇暗骂道 嘴上也没怎么客气 这个是我做任务得来的武功 具体我不想说 飞云看了风潇潇片刻 甚是意外 一般人有这么与众不同的 厉害武功 都会恨不得人人皆知 不上论坛上发帖子 召告天下 已经算是谦虚的了 看来这小子 真不是一般人啊 想了想 又问道 你是哪个门派的 风潇潇想都没想就回答了 还没加过门派 什么 飞云忍不住跳了起来 没加过门派 这可是比用手夹刀 更让人吃惊的消息 不加门派学武功 那实力上 不知道要比别人低多少个层次 如果再没有个好武器 更是连急都没法练了 飞云的反应 让风潇潇比较满意 对其惊吓的程度 他觉得 有必要补偿一下 于是解释道 哦 我一直没想好 要加什么门派 所以一直就没有加 这不知不觉间 就已经到了这个等级了 飞云点了点头 又试探性的问了句 那你的武功 是怎么来的 风潇潇笑而未答 飞云转而问别的 你现在多少级了 55级 这个风潇潇没有隐瞒 这下全场皆惊 50级到60级 应该是现在游戏当中的主流 60级以上才算是较高 达到70级 可以称是游戏里的顶尖人物 70级是游戏的一个坎 从70级开始 升级所需的经验 不和常理的增加了许多 所以是一级比一级更困难 70级和69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龙岩 飞云在游戏里都是有名的高手 等级都已经跨70了 而55级在在场的人看来 已经可以称是低等级了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 居然打败了龙岩 看来这个人的身上 一定有着秘密存在 众人聚在沉吟各想心事 风潇潇抓住着来之不易的发问机会 向飞云问道 我听说你就是当初打败了一剑冲天的轻衣人 风潇潇问得比较直接 飞云面露惊讶之色 反问道 你听谁说的 风潇潇随口答道 在扬州饭馆里有人聊天 我无意间听到的 飞云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答道 哈哈哈哈 那只是江湖传闻 做不得准 风潇潇看着飞云道 无风不起浪啊 飞云笑了笑道 哈哈 如果我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么样 风潇潇想了想道 如果你是的话 我想和你打一场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现在就想走了 飞云问道 难道你来这儿 就是为了证实这个传闻吗 风潇潇没有吱声 表示默认 飞云想了想说道 这样如何 你和我们帮的人打一场 我来帮你证实这个传闻 风潇潇问道 和谁啊 你吗 飞云笑道 哈哈 如果是我的话 那你的目的不就直接达到了吗 风潇潇问道 那是谁 说着 朝四周环视了一圈 飞云笑道 哦 他不在这里 马上就过来 话音未落 已经有一个人进入大厅里 刚进门就叫道 叫我来什么事啊 飞云音声道 哦 这里有位朋友 我想你和他过几招 风潇潇转头 望向来人 居然不是一个人 来的共有两人 而且其中一个 自己竟然认识 是白小生 另一个人 身穿目前江湖中最流行的短衫 腰间插着一把弯刀 刚才说话的正是这人 风潇潇向白小生 头像疑惑目光的同时 飞云也在发问了 刘月 这位是 被称作刘月的人答道 啊 这位啊 说出来你们肯定知道 就是制作江湖兵器谱的 大名鼎鼎的白小生啊 他听说了 我的圆月弯刀的事 特地从京城过来 了解情况的 在场的众人都呕了一声 风潇潇的疑问 也被解除了 回归正题 飞云重新对刘月说道 就是这位朋友 你和他过几招吧 刘月和初进来的白小生 两人这才笑 风潇潇望过来 白小生明显也认出了 风潇潇 面露惊涩 风潇潇向他略意点头示意 刘月惊奇地问白小生 你们认识啊 白小生回答道 哦 见过几次而已 刘月问飞云道 这位是 飞云达道 哦 这位就是我一直想见的 打败龙岩的那位侠客 刘月呕了一声 对风潇潇说道 我叫刘月 那我们这就过几招 风潇潇笑着笑说 好 众人闪到四周 两人在正中拉开架势 刘月做了个请的手势 风潇潇却宁力不动 因为自己只会风卷残云这么一招 他不想一上来就露了底了 想待机而动 在外人看来 当然当他是成竹在胸 刘月等了片刻 见风潇潇完全没有要先动手的意思 不由得向飞云望去 飞云向他略意点头 意思是上 刘月点头回应 抽出了腰间的弯刀 自下而上 向风潇潇协调过去 这刀果然是宝刀 叫做圆月弯刀 也是名副提石 刀身散发出月亮般圆润的光滑 光滑扩散之后 又汇聚成一条 朝着风潇潇洒去 风潇潇向后击退 这一刀一滑而过 刘月不敢怠慢 一刀接着一刀就跟了上来 每刀都化为光滑 在风潇潇的身遭闪耀 整个大厅被刀光照耀的是忽明忽暗 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这么气势惊人的刀法 是前所未见的 片刻之后 众人对刀法的惊具 全部转到了风潇潇的身上 如此狂风骤雨般的狂攻下 风潇潇就像是狂风中的一片树叶 虽然只能随风起伏 但是狂风想把它撕碎 却也是万万不能 如鬼似媚的身法 每次都能在刻不容缓的时机避过攻击 而且越避越显得行有余力 身处局内的刘月 当然对这一切更是清楚 自己的每一刀都感觉快砍到的样子 但到了最后一刻 总是会被风潇潇避开 唯一的解释 只能是风潇潇的速度 比自己要快很多 但是刚才飞云已经发消息告诉自己 对方只有55级 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 除非走的是极端的夹点路线 风潇潇又躲过了几刀 心里盘算着怎么反击 刘月久攻不下 略显焦躁 自己的刀法已经反复使用了多次了 对方越避越显得纯熟 看来已经是摸招刀法的套路了 于是刘月决定一搏 用一招普通攻击 看能不能收到奇效 刘月突然收起刀法 一刀向着风潇潇潇胸刺来 这一刀只是普通攻击 没有运上任何武功招式 在游戏中 玩家与玩家PK或者比武时 都是很少会用到普通攻击的 可惜这风潇潇是出射游戏的人 对这类游戏常识是一窍不通 先前的刀法攻击速度之快 自己也是头一次遇到 只有全力以赴的躲避 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反击的机会 但是刘月突然不使刀法 改为普通攻击 在风潇潇看来 真是给了他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 风潇潇狂吞树药后伸出右手 第二次使出捕风捉影 刘月也没能幸免 圆月弯刀被风潇潇一加击中 飞身而起 狂吞的树药在这一瞬间 还在爆发当中 内力迅速回升过一百 一脚风卷残云 刘月被踢得飞了出去 全场震惊 除了飞云 白小生 刘月三人之外 其他树人 已经是第二次见识风潇潇 空手夺白刃的功夫了 如果说之前的奈克刀武功不济 但是刘月可是帮内号称 仅次于帮主的第二高手了 所使的圆月弯刀 也比奈克刀不知道要强出多少 而风潇潇那快似闪电的一脚 也是够让人吃惊的 一脚就能把刘月踢飞出去 可见攻击也是不小 但是大家心里更多的想法却是 兵器都没出 就把刘月给击败了呀 风潇潇背上背的剑 可都是被众人看在眼里的 没想到剑的未出 刘月已经被踢飞了 殊不知 大家看到风潇潇的背上有剑 风潇潇自己 却忘了自己还背着剑呢 否则刚才啊 也不用狂吞药使着风卷残云了 刘月这个时候 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其实他虽然中了一脚 但是这点伤害 还不能造成致命伤 但是大家看他的眼神分明就是 你已经输了 白小生也是大吃一惊 当真是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啊 在饭馆里看上去 毫不出奇的一个人 自己当时 还当时和自己拉关系 套近乎的 想不到 居然是一个高手 场面显得有些尴尬 飞云联盟出来打原场 对风潇潇说的 朋友的武功很有两下子嘛 风潇潇客气的说道 好 过奖 侥幸罢了 飞云接着说道 朋友 还是不肯告诉我 这是什么功夫吗 风潇潇以沉默应对 莫了说了句 帮主 你是不是该说些什么呀 飞云又是爽朗的笑道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我是该说了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不是情依人 风潇潇仔细朝飞云脸上望去 飞云似笑非笑 仿佛说的是真话 但又似乎是假话 沉默了片刻 风潇潇说道 那我就告辞了 再见 说吧 转身离去 飞云从座位上站起 高声叫道 等一等 风潇潇悠然的转身 问道 还有什么事啊 众人的目光 齐聚在了飞云的身上 飞云沉声道 就是上回我们帮派的几个人 在扬州茶楼里 遇见你的时候提的事情 我想就是重提一下 再次邀请你 加入我们飞云山庄 风潇潇想都没想就答道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我不想加入帮派 你不用答得这么匆忙 再考虑考虑吧 风潇潇又是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用了 加帮派的事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飞云问道 能告诉我 你不加帮派的理由吗 飞云的问话 让风潇潇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但她迅速地回到了现实中来 答道 不想就是不想呗 没有什么理由 飞云又看了风潇潇好久 这才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请走好了 风潇潇笑了笑道 哈 那就再见了 转身飘然离去 大厅数人中 有人发声问道 帮主 就这么让他走了 为什么我们不 飞云挥手打断了对方的说话 冲对方使了个眼色 朝白小生的方向挪着挪嘴 对方会议 连忙一个急刹车把嘴闭上 飞云感慨道 哎呀 此人的实力 深不可测呀 风潇潇离开了飞云山庄 自己在扬州 也算是没什么事情了 好久没在游戏中 看到老大他们了 干脆回洛阳 去看看他们吧 聚宝盆这时候 已经离开铁骑盟 去了金钱帮了 老大和逍遥 现在都在铁骑盟里 老大现在69级 正在冲70的阶段 逍遥现在是63级 在江湖上 也是小有名气 发消息给老大 询问他们所在 两人正一起在洛阳的集市上淘宝呢 按照两人的职业 来到了洛阳城中的大广场 这里就和风潇潇出入襄阳城所建一样 人山人海 好多人的身后都高举个牌子 写着自己都说的物品 个人穿插其中 挑选自己所需 吵架还架 热闹非凡 风潇潇先是随波逐流的转了一会儿 马上就不耐烦了 发消息 询问老大他们的详细所在 几经周折 这才在及时的一角 找到老大和逍遥 老大正在和一名兜售矿石的玩家 吵架还架 逍遥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 随着距离的接近 老大的声音逐渐地清晰起来 市场价都是五十两 你怎么卖八十两啊 对方答道 我就一直卖八十两 要不要随便你了 老大摇头叹息道 哎呀 真是受不了你们这些菜鸟啊 转身离开了 风潇潇正在奇怪 老大怎么不跟逍遥打招呼 就自己走了 一直住足一旁的逍遥 开口说话了 喂 你这块黄金矿怎么卖啊 八十两 八十两 你到底懂不懂 怎么了 这方的口气中略带不满 市场价都是五十两 你怎么卖八十两啊 我一直都卖八十两啊 五十两我就要了 对方犹豫 逍遥趁热打铁 我是不会骗你的 市场价就是五十两 不信你问别人 对方又想了想到 好 卖你了 谢谢 逍遥付款拿货 转身也离开了 风潇潇连忙紧随逍遥而去 没几步 老大就出现在了前方 朝着这边招着手 三人会面 风潇潇不停的问道 哎 你们俩刚才是演的哪出啊 老大和逍遥相视而笑 这个呀 是买东西的一种方法而已 一些菜鸟 总是随便拿个自己 没见过的东西 就当着宝 胡乱的定价 就你俩这样一前一后就可以了 风潇潇不信 逍遥笑道 哎呦 哪儿啊 老大之前呀 还找了几个一起过来的邦里的朋友 帮忙来着 哦 风潇潇这才了解 好久没在游戏里见了 走 一起吃一顿去 老大左右各搭一人的肩膀 揽着二人向前走 哎呀 我刚才在扬州吃了碗面条 真好吃啊 哎呀 你真可怜哪 就吃一碗面条啊 带你吃点好吃的去 逍遥晒笑道 转而又问老大 叫少花满天他们吗 叫吧 既然都是一起来的 老大回答道 又转过来向风潇潇道 几个邦里的朋友 两人带着风潇潇 轻车熟路的来到一家饭馆 进门就直奔一张桌上的三人而去 两男一女 而那三个人也向着风潇潇他们往来 落座 老大向风潇潇介绍 华满天 六十四级 校红尘 六十一级 月柔 五十七级 接着 又一直风潇潇道 这个是我们的好友 风潇潇 五十五级 校红尘不满的说道 喂 我真搞不懂 你为什么每次介绍人的时候 都会把等级附件一样的跟在后面 逍遥替老大解释道 等级啊 是大家的主要门面吧 就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却换来一旁月柔的称子 傻子也能看得出来 他是醉翁之意不再久了 逍遥也甚是尴尬 连忙转换新的话题道 你们点了东西了吗 还没有 等你们拦着点呢 月柔抢着答道 花满天伸了个懒腰道 唉 我想点来着 他不让啊 月柔瞪着他一眼道 当然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想吃什么 是不是啊 逍遥 说着 月柔把菜单递给了逍遥 逍遥又陷入了尴尬 连忙将菜单递给了风潇潇 嘴上不住的说道 想吃什么 随便点啊 风潇潇还正在感慨游戏里的女孩 都变得很大胆 突然接到了逍遥抛来的烫手山芋 一时也是不知所措 这嘴里光是这个那个的嘟囔个不停 这关键时刻 还得老大出面 老大从风潇潇的手里 接过已经快被风潇潇翻烂的菜单 随意的瞄了两眼道 这有什么看的呀 就我们常吃的那些 简态的风波这才平息下来 初时的聊天重点当然就是风潇潇了 无外乎是问些个哪个门派了 什么帮派之类的 得到的回答除了没有还是没有 聊天当中 风潇潇知道了孝红尘出自武当 月柔是峨眉派的 而花满天则是唐门的 问起柳若旭来 花满天连城知道 称柳若旭是目前游戏里暗器造诣最高的 他呀 也是我们唐门 目前唯一的一个完成门派隐藏任务的 他那招漫天花语啊 真是 花满天说着嘖嘖嘴 摇头晃脑的道 你们说的是谁啊 月柔在一旁插嘴 从近来开始 他的目光第一次从逍遥的身上移开 他高傲 但他宅心人厚 他低调 但受万人的景仰 他可以将游戏中的暗器运用的初神入化 制作出烟花般绚烂的景象 他究竟是神仙的化身 还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没有人知道 但是每个人都知道 他来自唐门 花满天站起身来 发表了即兴演讲 再看其他几人 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连饭馆里的其他玩家都傻了眼 忽然 饭馆那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窜出一个人来 手持短剑 急促朝老大次来 老大是背对着角落 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已经降临 依旧在那谈笑风声 而风潇潇和逍遥 则是坐在老大的对面 也就是正对着角落 而月柔也是应急到了逍遥的旁边 三人都看到了有人手持短剑 急策而来 目标不偏不斜 正是老大 月柔发出了一声尖叫 小心 风潇潇在今天 已经是决心要把玩帅进行到底了 迅速起身离坐 翘着两指头就去加剑 风潇潇现在对自己的速度 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了 行刺这个人看上去气势惊人 但是速度不怎么快 自己有把握绕过桌子后 后发先制 风潇潇的心里还在盘算 只觉身边一条人影 从桌上飞升而过 定睛一看 是逍遥 长剑已握在手 居高临下 一招苍蝇薄兔 直指来袭的人 一击击中 来袭之人白光一闪就不见了 好帅啊 一旁的月柔 已经是在拍手称赞了 老大和花满天 笑红尘三人 这时他转过头来 逍遥面色凝重的 向三人点了点头 笑红尘张大了嘴道 又来了 这是第几次了呀 老大说道 已经是第四次了吧 逍遥对老大说道 这次的目标还是你啊 花满天总结陈词 看来他们的目标啊 就是兵器捕上的人物 而且排名越高 受到的攻击越多 帮主这几天受到的攻击啊 我听说已经有七八次了 笑红尘补充道 逍遥 你刚才秒了他了 老大沉思了片刻 问逍遥 逍遥回答道 还是没有 下线了 笑红尘分析道 这也和之前的几次完全一样嘛 一看到有人查局 绝不交手 立刻下线 这很明显 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活动啊 花满天说道 那人啊 迟早得上线 我们在这儿等等吧 也许可以捉住他 就算捉不住 也杀他一级出出气啊 逍遥摇撩头道 这个方法行不通啊 既然是有组织的活动 也许就不止一个人来 也许现在在这饭馆里 就还有监视着我们的人 看到我们不离开 就通知对方不要上线 而且就算能够捉住对方 在这游戏里 就能怎么样 花满天不解的说道 他都下线离开游戏了 怎么和游戏里的人联系啊 逍遥说道 等确定我们离开后 在下线 用QQ之类的通知对方 可以上线 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两人 还是在现实中在一起的 那就更方便了 老大叹气道 唉 现在啊 也没什么好办法 大家可都得小心点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 把你们定为目标啊 众人沉默不语 风潇潇终于找到了 插话的机会 你们在说什么呀 这是怎么一回事 老大对风潇潇道 最近常有这么一伙人 专门偷袭兵器补上的 高等级人物 风潇潇问道 刚才那个就是了 他的目标就是你了 没错 而且都不知道 这伙人是谁 他们也从不和人 正面交手 就是趁你不备 上来偷袭你 情况稍有不对 就立刻下线 那有人被他们击中过吗 风潇潇追问道 当然有了 而且有很多 就像刚才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你们发现的早 不是逍遥的手快的话 我也被击中了 老大回答道 击中一下又能怎么样啊 这伙人的攻击啊 非常的高 被击中的人 大多当场就被秒杀了 估计升级加点 全部集中在了力量上 那么其他属性 尤其是出手和命中太低 不是很容易被避开吗 没错 所以他们才一直是暗中投袭啊 而且一击不中 立刻就下线 不给你还手的机会 联系以前大家对自己的分析 风潇潇又问道 这类人升级也很困难吧 逍遥抢答道 岂止困难 简直没法自己练级 肯定是有人带出来的 老大说道 那就更证明了这番活动 是有人精心策划的 老大又环顾几人 深吸了一口气道 所以啊 大家可都得小心点 谁知道 他们会不会把你们定为目标 孝红尘道 这话你刚才已经说了一遍了 老大固执的说道 说过了 我再强调一遍不行吗 众人是点儿点儿 点儿点儿点儿 那 wet 便宜 便宽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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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